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於1987年 率先將自然療法、同類療法和碗塵水療引進香港 我們提供各項整存性治療方式 排除體內毒素、增強自身免疫系統 一起盡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電話25773798 網址3w.natural.com.h 歡迎收聽完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法律的人生 Hello袁醫生你好 Della好,大家好 早兩天在報章上看到一篇文章 關於健康生活上 標題上說 50歲以上的人士 有8%的人士患了有青光眼 而在患者中,超過有九成的人 其實並不察覺到有這個問題 青光眼睛 由於視莫神經和族特突然退化 而在早期時,很難察覺到視莫神經的退化 原來在今次的調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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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了一些居民 志願者,公屋的居民 找到50歲以上的人來做一個檢測 原來發現在檢測裡出來的結果 8%的人士患了診斷成有青光眼的病 而當中佔有93.4%的人士 完全不察覺到自己的問題 一般醫生覺得在及早期時 診斷成有病,可以慢慢減慢退化 維持一般的視力 而在計劃檢查中 患有青光眼的人士 接近有89%的患者 眼壓低於21mmHg 屬於正常水平之下 不是眼壓出現了問題 而是屬於正常水平之下 而患有青光眼 大部份人士在初期時 都沒有症狀 或涉及黃斑病突變等情形 只不過他們在很多時候 在開始時覺得自己年紀賴 慢慢事力開始減退 或是在黑暗不夠光的環境下 看不到清楚 去到正常光線後就能看到 或是從另一個患者之間 她說之前是一個很敏捷的人 行山去什麼 但後期覺得經常遇到東西 在正常維持的視力時 經常覺得自己不小心 後期才知道她患有青光眼 袁先生,可否跟聽眾詳細解釋一下 究竟青光眼這個問題 我們很多時候都聽到有力 尤其是老人家 但現在在報告上都年輕化了 50歲已經開始出現了 這麼多人患有青光眼的問題 其實他們的成因和有什麼症狀 可否跟聽眾解釋一下 好了,青光眼這個問題 很多時候沒有什麼特別的症狀 即是你無意之間去警察眼 發現她的眼壓可能是高了 但她未必有任何症狀 是的,剛才所說的 很多時候有八成多的患者 其實她的眼壓屬於正常的水平之間 所以很多時候人們都不察覺 但問題就是這樣 你到底是要治療症狀 只要有症狀的患者 只要有症狀 只要有症狀 患者的眼壓 所以有時候都很難取捨 但當然遠代醫學通常 用一些比較客觀的資料 如果你的眼壓 在醫學上 如果你是出現急性和慢性 急性的時候 可以這樣說 差不多是痛得很厲害 眼睛突然痛得很厲害 症狀也很厲害 一般的細胞 遇到這些 通常都是開刀的 就是幫你用手術的方法去處理它 那症狀眼呢 其實是什麼呢 主要是眼球裡面的液體 是塞了 不能流出來 其實身體的液體 一般都要流去流去 它不可能固定在這裡 血液、淋巴 其實所有液體都是進進出出的 眼球裡面的液體應該也是這樣 但在青瓜眼的情況 某種原因 它堵塞了 它走出來的位置 在瞳孔附近的空間堵塞了 令到液體淋出來 慢慢漲起來 好了 這個嚴重一點 是會令到你失明的 但是在慢性裡面 其實很多時候沒有什麼症狀 好了 我們怎麼知道呢 有什麼症狀和成因呢 其實現在根本來說 都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是遺傳 很多時候都是這樣 找不到就遺傳 那就當它可能是遺傳 好了 我怎麼知道有機會有可能會有呢 當你發覺自己 眼鏡經常要配的 經常要換的 看起來又不是那麼新 有時候又不是很... 總之發覺頻頻要換眼鏡 但調校起來就調校不到 還有一些輕微的頭痛 或者視力有點困擾 尤其是當你看到燈泡裡面 有一個光環在這裡 這是典型的 有一個光環在這裡 或者在黑和光暗的地方 是適應得不夠快 就是剛才的布章也有這麼提及 有些人去黑的地方 好像看得不到 要光一些 當然隨著延齡 60歲以上就比較多 當然如果家族有這些問題 要特別留意 當然情緒的壓力 過度疲累 或者工作壓力 吸煙 這些都是一種致病的原因 好了 在早期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 我們在周圍的視野 可能有些失卻了 周圍的視野 好像看得不太深 或者覺得在鼻子那邊的視野 有些模糊了 當然到尾期 視野周圍的視野越來越多 有時候通常兩隻眼都會有 還有一個後期 你會發現眼球很硬 有時候自己可以按到 眼睛很硬 眼球很緊 而且當你看到 灯泡的光環 或者有些盲點 有時候看東西 就開始出現問題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原因 好了 當然如果你遇到這個情況 做一個眼睛的檢查 眼睛的檢查是挺有幫助的 好了 在我們的治療和治療法里面 也有很多方案 我始終覺得身體是營養造出來的 是 可以說說 因為現在很多時候 一般用藥物 用開刀的 基本上都是自飆不自本 它不會有什麼藥物 你會吃到青光眼的問題會好 它只不過被假壓選了 但始終是不會好 所以很多人都知道 所有西藥 除了長遠來說 一定會有副作用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要控制 其實都可以考慮用其他方法 例如自育療用色列的營養方法 大家可能都聽過 補眼的營養素很多 我們健康店也有很多這類工具 其中一個很多人都認色就是藍莓 有些人會用藍莓的精華 當然有機會在香港買到Bullberry 有機會吃多些 有些果汁 可以發現很多消市 有些好的果汁 質量可以有藍莓果汁 這些可以平時多些用 用營養方法至少預防它 當然也有機會可以治療或控制 但最重要是當你遇到真正的問題 在同學療法方面 在過去我們也有這方面的經歷 也有這些病人是這類的問題 跟大家先介紹 常用也有十隻八隻 通常我們用療劑 最重要是把握到準確 如果我們遇到急性症狀 有一種尖銳的尖銳 在眼中很尖銳 尤其是左邊的眼 左邊的頭很嚴重的頭痛 急性的頭痛 即是急性青光眼的發作 其实我也有療劑 这个療劑叫赤根草 就是Spygeria 这个可以说是急性時 療劑配合得很正確 还有一个情况之后 也可以说有些急性 或者有个原因 眼睛出现很明显的症状 例如眼红、眉脂血管、眼泛、怕光 还有眼睛的肌肉是一种抽筒 眼睛出现肌肉抽缩 这种情况 或者是因为眼睛受伤之后出现 或者是夜盲症 也感觉有些在眼球里摇摇摇摇 这个症状的疗剂是非洲毒扁豆 Physo stigma Physo stigma 这个很符合 我亦比较常用这个疗剂处理病人 除了这一疗之外 另外一疗我们叫osmium 俄金属osmium 通常病人的症状都是比较明显一些 比如看到光环 已经开始看到光环 还有眼睛开始痛 痛得又流眼泪 光环是一种绿绿的光环 怕光和视力开始弱 也有一种尖锐的痛 刺在眼睛和头上 这种情况是很明显的 很典型的青光眼 可能急性已经出现了 这个疗剂就是osmium 可以考虑这个疗剂 有时候你总是觉得测试的时候 发现眼睛是高的 但又没有什么特别的症状 那怎算好呢? 治疗不好治疗剂呢? 但我也可以用一个疗剂 这个疗剂叫Jabarandi 这个无果云香Jabarandi 这个有机会帮你减低眼睛 因为当你没有什么特别的症状 但你说你是有的 所以这几个不是大的疗剂 但成药常用得着 另外一种我们叫做Prunus Spinoza P-R-U-N-U-S P-R-U-N-U-S S-P-I-N-O-S-A 英文叫做Black Fawn 中文翻译叫做黑次里 黑次里 这个也可以这样说是急性的时候用的 正是有经历做做尖銳类的眼疗 如果来试试�刚刚才提及的赤筋谣 打算去 origins是赤筋谣 如果赤筋谣 optimal 这样就容易试试部分 测试仑装菇 这是比较急性用的 向内导刺 令眼睛有点发炎 眼角的黏膜开始肥厚 尤其是下眼黏 开始导刺进去 令你抹大眼有点困难 这个考虑就是boring 另外一种导刺是黄素卿的Jalcemium 大家听我们的节目 经常听到我们用一些感冒 感冒头重重 黄素卿在青光眼的情况 通常是当有点头疼 从后颈枕的颈子开始走出来 有点视力模糊 甚至乎是双影 这种阵形可以考虑黄素卿 Jalcemium 另外一种是cholosynthesis cholosynthesis 虎瓜 这种疗剂通常是医医严重的 躁骨神经痛 令人常常要抹下很辛苦 有剎骨神经痛 加上有很多放屁 如果你发现这种伴症 躁骨神经痛的伴症出现 同时有青光眼可以考虑黄素卿 其他疗剂有没有特别的症状 还可以考虑黄素卿 其中就是白头翁 眼睫毛向入刀刺 而用了波维之后 波维之后也不太能帮助 可以考虑一下 Porsatella 另外一种 当你没有特别的症状 但是有很多时候 都是很帮助青光眼的 就是鱗 Porsalus 鱗是怎样去配 鱗通常跟症状有关 很多时候是试莽莽容出血的 本人很喜欢喝冻饮品 吃汽水 水朱古力 通常有点糖尿 这方面的问题 亦有机会看到 闪光 眼前的闪光 或者是不同的 光环 这就轮得很好用的尿剂 还有两种 简单的就是 石墨 石墨通常比较粗粗厚厚 眼黏很厚 皮肤比较粗厚的那种形 又干又成 有时候有些痙 过去有些生的Keloi 痙的痙的痙向 痙会越来越肥的痙向 最后一种就是Hiposol 其实同样的疗法 我现在和你介绍 是一部分的疗剂 在我自己的临床上 过去 我也是用得着的 当然 我也是用很多的营养素 所以 每一个疗剂 其实如果你们可以在我们另外一个节目 叫做 灵丹妙药 每一个疗剂介绍 也可以上那边 可以上网也能买回 如果海外的听众 需要的疗剂 想在这个 灵丹妙药 个别介绍的疗剂 其实有时候可以直接 网上购买得到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 当然 预防是靠食物和营养 有一个产品叫Maxifocus 对这个方面是很好的 很多东西预防就是最好的 好 永远都是 袁医生和我们做这个节目 希望大家 可以把健康的状况提升到最高的境界 预防防治疗 但如果当出现了有问题 亦可以相应到 找到一些有效有安全的方法 去做一个治疗时 所以家中常备了疗剂 就可以有病无患 当然刚才介绍了几种 针对性的疗剂 亦是阮生临床上的经验 至于刚才的报道里面说 现在青光眼的患者 年轻化有上升的情况下 而早期的时候 也不会有太大的症状 所以希望大家听到这个节目之后 留意一下自己的状况 或者家人 或者早点用一些营养补充剂 去补充 去巩固健康状况之后 不要等到真的出现了症状问题 才去做一些治疗 当然刚才提过 就算出现了时 找到适合的治疗之下 传誉或者 将它大大减慢了退化的问题 多谢袁医生今天和我们分享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跟袁医生预约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想查询刚才的尿剂 或者其他健康产品 可以联络我们 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号码是2882-4848 海外的听众也可以透过Skype 跟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到 cssat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 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到我们的网址